大家好,我是史考特 如果你有脖子痛的問題 以下的居家運動就是為您設計的喔 但是請注意 如果你有車禍、跌倒、外傷、手腳麻、無力 或是在運動的過程中感到疼痛不適 請立刻停止並且諮詢您的醫師 第一個動作是關節鬆動 我們讓脖子向前、向後、向左、向右 順時針、逆時針來回的轉動 這個不是拉筋喔 活動不需要大角度、大範圍 這個是用緩和的活動來潤滑關節、延展肌肉 促進血液循環 脖子轉動時將視線維持在前方 比較不會頭暈 第二個動作是拉筋 讓脖子往左倒、往右倒 延展對側肩頸的肌肉 同時用手輕輕的輔助來加強拉筋的力道 在末端我們停了3秒到5秒 讓肌肉有充分的時間來舒展 脖子有很多精細的構造 所以請溫柔千萬不要用大力 各位也可以嘗試看看 在拉筋的時候 我們往左看、往右看 去針對不同的肌肉來做加強 如果你發現往某個方向看 會特別的酸跟緊 不如反覆的執行 讓拉筋的效果更好 這個動作一樣我們連續做3分鐘 第三個運動是脖子的肌力訓練 用手頂住額頭 然後脖子跟頭用力的向前伸 有沒有感覺脖子前面的肌肉在收縮呢 手也要用力撐住喔 然後雙手抱住頭 用頭用力的往後頂 做一個收下巴的動作 這個則是訓練脖子後側的肌肉 接著輪流用左手、右手頂住頭的側面 一樣是脖子出力去頂住手 這個是訓練側邊的肌肉 每個方向我們輪流做10下 肌力訓練一樣也是連續做3分鐘 以上3種運動總共10分鐘可以完成 我們建議每天做 早晚各做一次 大部分的脖子痛患者 都可以得到明顯的舒緩 只是如果這些運動沒有讓你改善 甚至讓你的症狀惡化 請立刻停止喔 並且諮詢你的醫師 也歡迎就近至恆星原理復健科診所 來找石考特看看喔 祝福各位順利擺脫腦人的肩膀痠 脖子痛謝謝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